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索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烹饪节目和美味食谱,挑战您的味蕾和烹饪观念。 首先,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名为乡村生活Vlog的YouTube频道,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的热门烹饪节目。 以其平静而淳朴的田园生活吸引了近700万的订阅者和20亿的观看次数。 这里没有戏剧性的情节转折,只有主持人亲手制作的南瓜焖饭和木桶烤面包,让观众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心灵的慰藉。 接着,我们将带您前往达科斯塔餐厅,在这个似乎被艺术氛围包围的地方,体验华丽的意大利美食与当地食材的完美融合。 从炸面团到龙虾意大利面,这里的每一道菜都令人惊艳,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再回味。 最后,我们将介绍一个完美适合无肉星期一的食谱,慢炖锅花生沙达卡利。 这道卡利不仅营养丰富,还能让素食者和肉食者都爱上它的独特风味,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道简单却美味的佳肴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由繁忙与喧闹编织成的现代世界里,谁能想到,一个简单的YouTube频道竟能带来如此心灵的慰藉。 乡村生活Vlog以其朴实无华的风格,吸引了近700万的订阅者,总观看次数更是高达20亿。 这个频道的魔力在于它的纯粹与自然,让人仿佛置身于高加索山脉南侧那块田园诗般的土地上。 主持人没有华丽的特效或惊险的情节,他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将烹饪变成了一场艺术的表演。 观众们跟随着主持人的脚步,仿佛来到那片绿意盎然的菜园,看到他在阳光下采摘南瓜与香草。 这些简单的素材在他的手中化为一顿炖美味的佳肴,从南瓜汤到牛肉焖饭,每一道菜都蕴含着无比珍贵的土地气息。 这一切无声地诉说着一种慢生活的哲学,让快节奏的都市人能短暂逃离,回到那片淳朴的田园。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频道唤醒了深藏在心中的田园梦,让人重新认识到食物的来源与制作过程的重要。 不仅如此,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也让观众体验到生活的本质,生活不必复杂,简单即是一种富足。 每一口都是对自然的赞美,每一次烹饪都是对生活的热爱。 这或许正是乡村生活Vlog成功的原因,它不仅仅是一个烹饪节目,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然而,当我们谈到美食,我们不禁想起威廉·希特维尔在Telegraph中的评价,达科斯塔餐厅的华丽与私人化的意大利美食经验。 这家餐厅位于苏黎市的全球艺术企业海瑟与维尔特旗下,在萨默塞特这片土地上,该地点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意大利北部的美食灵感攫取了食客的味蕾。 这里的美食融合了当的食材,如同一种美妙的艺术,让人不禁联想起意大利的那份浓厚与风盈。 餐厅的设计精致而不失亲切,开放式的厨房,大木火烤炉,木制的家具,无不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 而菜单上多样的选择,从开胃菜到主菜,再到每日特选,均让食客感受到意大利美食的魅力。 威廉·希特维尔对其菜品的描述让人垂涎欲低,尤其是那道龙虾意大利面,以威尼斯香料烹制,海鲜的鲜美与意大利面的软糯相辅相成,让人回味无穷。 在这里,厨师如同一位艺术的崇拜者,用心烹制每一道菜,将意大利的传统与当地的食材完美结合。 而那一份教科书式的提拉米苏,更是为这场美食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达科斯塔餐厅不仅仅是用餐的地方,更像是一场味蕾的饗宴,让每一位来此的食客都能品味道意大利的灵魂与当地的特色。 然而,当工作繁忙,时间有限的时候,慢炖锅成为许多家庭的得力助手。 The Independent中的慢炖锅花生沙迪咖喱食谱正是为了这种生活方式而设计。 这道菜不仅简单易做,还适合无肉星期一,以花生降味灵魂,让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拥抱健康生活。 这道咖喱的制作过程简单,不过多的复杂步骤,却能在六小时的慢炖中将甘薯与鹰贼豆的甜美、椰浆的浓郁以及花生酱的香橙完美结合。 而那一抹柠檬的清香则为咖喱增添了一丝清新的味道。 当咖喱煮好后,撒上生姜、香菜和红辣椒,让味道更加层次分明。 慢炖锅花生沙迪咖喱不仅是素食者的最爱,连肉食者也会因为它的浓郁风味而心动。 这道菜在繁忙的日子里,能为家庭带来一丝温暖与满足,让人们在餐桌旁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与美食的魅力。 这三个故事,从YouTube的乡村生活Vlog到萨莫塞特的达科斯塔餐厅,在道家中慢炖锅制作的咖喱,皆展现了食物不仅仅是果腹之物,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幸福的来源。 无论是田园间的清新简约,餐厅里的艺术盛宴,还是家中的简单温暖,食物始终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带来满足与快乐。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乡村生活Vlog是一种视频博客形式,专注于记录和分享乡村地区的日常生活、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 这类Vlog通常以自然清新的风格,展示农村的独特魅力,吸引观众逃离都市喧嚣,享受简单而宁静的生活。 内容通常包括农业活动、手工艺制作、日常家庭生活、地方风味美食、农村庆典以及自然景观等。 乡村生活Vlog的受欢迎程度在近年来逐渐上升,这部分归因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快节奏生活和压力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田园师般的生活方式。 这类Vlog提供了一个窗口,让观众可以远程体验农村生活的淳朴与宁静,激发了一种对更平衡生活方式的向往。 制作乡村生活Vlog通常涉及使用高质量影像设备来捕捉自然风光和生活细节,并且多数创作者会选择少使用或不使用旁白,以便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视觉和听觉的体验上。 这种形式的Vlog依赖于视觉故事讲述,强调自然和生活的美学,同时也可能通过背景音乐,增加氛围感。 除了个人爱好者,许多农村地区的居民也参与到乡村生活Vlog的创作中,借此推广他们地方特有的文化和产品,进而促进农村旅游和地方经济。 这使得乡村生活Vlog成为一种不仅仅是娱乐的媒介,也是一种推广地方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 随着网络平台的不断发展,像YouTube、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乡村生活Vlog的主要发布渠道。 这提供了更大的受众基础,使得即使是偏远地区的创作者也能够触及全球的观众。 这不仅扩展了观众对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识,也创造了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机会。 总之,乡村生活Vlog不仅是一种呈现个人生活方式和自然美景的创作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交流与经济促进的途径,体现了人们对于更自然和简单生活方式的向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乡村生活Vlog真正打破了我们对烹饪节目的刻板印象。 这不仅仅是做饭,更是心灵的治疗。 在喧嚣的世界中,它提供了一个逃避的窗口,让我们重新接触到自然与朴实的生活。 而拥有七百万粉丝和二十亿观看次数,无疑证明了这种节目的魅力。 人们渴望简单,渴望反扑归真,这就是它受欢迎的原因。 哦,拜托,楚天书。 这不过是现代人一种浪漫画田园生活的幻想罢了。 七百万订阅者又如何? 这世界上还有七百万个相信地球视频的呢? 乡村生活Vlog这种节目不过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虚假的逃避, 让他们暂时忘却现实的压力,却什么都解决不了。 而且,谁会真的在乎那个南瓜汤呢? 不就是一碗汤吗? 谢琪琪,别这么酸嘛。 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将心灵寄托在一些简单而美好的事物上, 有什么不对呢? 这就像是一种现代的禅修。 就像古人说的,大音牺牲,大象无形, 这种节目的魅力在于它的平淡无奇。 如果说乡村生活Vlog只是一碗汤, 那我想说,这正是那碗汤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最本质的美好。 哈哈,楚天书,你太天真了,现代禅修? 拜托,这只是商业化的成功而已。 这个节目就像是那些奢华餐厅, 卖的不是食物,而是体验和梦想。 就像达克斯塔餐厅以意大利美食和当地食材的完美融合来吸引顾客, 这些节目同样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不是真正的生活。 人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 这些田园梦想终究只能是梦想。 但是谢其器梦想和现实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这就好比斯洛文尼亚诗人阿勒乔·巴哈·阿罗斯格尼克所说, 梦想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乡村生活Vlog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它提醒我们去关心我们的食物来源,去尊重自然。 而且,这样的节目也让我们意识到 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其实也可以是幸福的源泉。 好吧,楚天书,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现实。 或许这些节目对一些人来说是心灵的慰藉, 但对我来说,它们不过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幻想。 我们不应该沉迷于这些田园梦想, 而是应该努力改善我们的现实生活。 不过,我承认,如果这些节目能让人们再时放松, 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但记得,终究还是要回到现实,迎接真正的挑战。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对乡村生活Vlog的讨论中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并引发了深刻的思考。 楚天书强调了这类节目的心灵治疗作用, 认为它们让观众重新接触自然,体验淳朴的生活。 他提到,700万粉丝和20亿观看次数是节目受欢迎的名正, 并用梦想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来强调这些节目对于人们的价值。 他的观点无疑触及了现代人对于快节奏生活的反思, 并使图寻找一种精神寄托。 然而,谢琪琪的反驳则更为尖锐, 指出楚天书的观点是对田园生活的浪漫化幻想。 他以虚假的逃避来批判这些节目的本质, 认为虽然它们能给予短暂的慰藉, 但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他强调,现代人应该面对现实, 而不是沉迷于田园梦想。 这一观点引人深思, 提醒人们不要逃避生活的挑战。 辩论中,楚天书的情感宣泄虽然充满热情, 但在谢琪琪的现实主义面前似乎显得有些天真。 谢琪琪锋利的语言与冷静的分析, 提供了一个更加理性, 更接地气的视角。 他的话语不仅让观众反思节目的商业化问题, 也使人们意识到生活的重担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幻想来逃避。 然而, 两位变手的观点都不无道理。 楚天书所提的心灵治疗和对自然的渴望, 正是许多人在生活压力下所需的暂时逃避, 而谢琪琪所强调的现实面对, 则提醒着我们不应该放弃对生活的真实追求。 因此,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一档节目的讨论, 更是对生活方式的反思。 总结而言,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让我们看到了对于生活的不同解读。 生活既需要梦想的滋养, 也需要现实的挑战。 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或许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场辩论无疑提供了宝贵的思考角度,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三个截然不同但都相当有趣的烹饪故事, 从一个无懈可及的田园烹饪YouTube频道到意大利美食与艺术完美融合的达科斯塔餐厅, 再到一道完美适合无肉星期一的花生沙嗲咖喱食谱。 这些故事各自展现了不同的烹饪魅力与生活方式, 让我们一一来探讨。 首先,YouTube上的《乡村生活Vlog》频道打破了我们对热门内容的刻板印象。 这个频道没有华丽的特效或戏剧化的情节, 而是以最朴实的方式展现了田园诗般的生活, 让人们暂时从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脱身。 主持人的每一次烹饪都是对食材的尊重和生活的热爱, 他在田野间或小厨房里亲自制作的每一道菜都能让观众感受到土地的温暖和风饶。 这种质朴反而成了他吸引全球700万订阅者的关键。 这不仅仅是烹饪, 还是一种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敬畏。 接下来,我们来到达科斯塔餐厅, 这是一个将意大利美食与当地食材完美融合的艺术场所。 虽然它的背景故事充满了商业化的色彩, 但其烹饪却足以让人忽略这些外在的浮华。 餐厅位于一个经过改建的古仓, 里面的装潢既有意大利风情又充满乡村气息, 为客人提供了一个放松的美食环境。 这里的菜单从开胃菜到木火烧烤, 每一道菜都精心融合了传统意大利风味和当地食材, 并且服务贴心专业。 无论是酥脆的炸面团, 鲜美的龙虾意大利面, 还是嫩粉的木鸽, 每一道菜都让人感受到厨师对烹饪的崇敬。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道适合无肉星期一的慢炖锅花生沙甲咖喱。 这道食谱充分利用了慢炖锅的便利, 让你在忙碌的工作日也能轻松享用美味健康的料理。 这道咖喱的灵魂是花生酱, 浓郁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 加入干薯、鹰嘴豆、椰浆和各种香料后, 这道菜不仅营养丰富, 还让人有吃肉的满足感。 这正是素食料理的魅力所在, 它能够不动声色地满足各类味蕾, 甚至让坚定的肉食者也爱上这种独特风味。 总结来说, 这三个故事都在强调烹饪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无论是田园中的宁静, 餐厅中的艺术, 还是家庭中的舒适, 它们都在提醒我们, 食物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工具,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和心灵的慰藉。 生活的味道, 也许就藏在每一道简单的料理中。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